透过文化、教育与红法 中华佛教护生协会也希望能够照顾生协 台湾佛教的真吕除了为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 以及佛法为社会福祉而努力奉献之外 对本身的世俗问题 尤其是生老病死的安全保障 以真吕服务为对象的组织 由于主要是发起成员广大的悲心愿力 应该要追溯到十年前 因为我在北部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 那我就带领了我的学生 在台北就成立一个第一阴护法志工队 那么十几年下来 因为我们本身是佛弟子 那么护持三宝本来就是我们居室 应该要有的一个责任 也是义务 那么于是就借着这个上课之余呢 我会带学生到各个寺院 来做一个 所以护持三宝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从这边里面呢 其实佛法也常到处可见 我们知道佛法其实是落实于生活之中 那于是呢 在生活之中我们就可以实践六度 佛罗密 以这样六度的精神 在执行任务当中 学习布施 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 其实从这样的过程 有般若的智慧的带领呢 我想可以让我们在学佛的一个 这个行识当中 有实质上的帮助 于是呢 高雄也有一群很发心的志工 那我也看到他们很愿意付出 但是呢 可能在很多重元和合之下 并没有一个师傅 可能很专门的在带领他们 于是我也就很随喜他们 来这边也带领这些志工 一起来做学习 其实这个是一起成长的一个 修行的一个好的一个 就近福田 其实就是从座开始 志工是人间的菩萨 菩萨是人间的志工 我们秉持着就是学习菩萨道的精神 从志工落实我们的菩萨道 在此福利网络照顾下的真钱 能免除世俗 设身安养上的后顾之忧 得于更专业的从事奉献于佛教 佛教社会福利事业 以及生活终极圆满目标的修行 十方新闻王天伦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